到底挖到了多大块的金子 竟然让你家小娘子笑成了一朵猪屎花的样子 遍地黄金的西澳大利亚总是容易让人痴迷其中 作为模特和珠宝设计师的泰勒经历了上一年的大开眼界后 干脆放弃本职工作也加入了父母的荒野猎金小队 毕竟这种工作才是真正的捡钱就行 三人励志也是要在今年挖到60盎司约1866克 总价值达到9.6万美元的黄金 以庆祝父亲泰德和丈母娘莱妮结婚的第25个年头 小队选择的第一块土地是一片巨大的盐湖 经常挖金子的朋友都知道 类似古老的盐湖经过数百万年的沉积和地质变迁 其中存在大量的盐和其他矿物质 日常温度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的同时 超强的电磁干扰会严重阻碍金属探测器的正常工作 这也导致很多荒野猎金人对于这种地方望而却步 但对于总是喜欢冰形险礁的泰德夫妇来说 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对于遍地黄金的西澳大利亚 越是没有太多人抵达的土地 挖到黄金的几率也会越大 经过改装的金属探测器 可以将这里的电磁干扰降到最低 唯一需要担心的还是这里的高温天气 以及地下到底是否存在黄金的问题 探测工作整整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后 妇女三人依旧颗粒无收 就在他们以为这次多半只能空手而归的时候 老父亲泰德手中的金属探测器 忽然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叫声 附近搜索的泰勒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大金块出现的那一刻 妇女二人就忍不住仰天狂笑起来 没想到追挖不到则已 挖到的第一块黄金就有这么大的桶 先不考虑狗头金比普通金子价格更高的问题 毫无瑕疵的大金块出略估计价值达到1600美元 这让三人小队这一天的平均工资 瞬间来到了5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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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美元 刚好此时丈母娘莱妮那边也有了发现 虽然只是价值50美元的金豆子 但还是让夫妇二人忍不住一阵狂喜 最起码说明他们确实来对了地方 兴奋的泰德立马又回到了自己负责的区域 没几分钟的功夫金属探测器又一次发出杀猪般的尖叫 随即立马掏出工具开始了挖掘 然而最后却只得到黄豆大小的颗粒 这就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长久找到不大块黄金的莱妮和泰勒显然已经放弃挣扎 一头扎进了气温稍低的树林中 母女二人的勘探工作还没有进行多久 丈母娘莱妮的金属探测器传出很大的叫声 也就意味着地下埋藏的如果真的是金子 个头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只是随便挖了两产就已经发现了大金块的踪迹 听到呼喊的泰勒匆忙忙赶了过来 一大块狗头金就这样出现在莱妮的手掌中 母女二人当时就差点乐得原地起飞 乍一看居然比之前挖到的还要大块 也就意味着总价值可能远超1600美元 不久之后三人决定汇总一下这一整天的黄金收获 最后挖到的大块狗头金净重77克价值3800多美元 泰德挖到的第一块也有46克 再加上其他一些细小颗粒 小队这一天的黄金收获直接来到了9.6一样四约300克 总价值超过了15000美元 不过相较于接下来的黄金收获 这点简直连塞牙缝都不够 不久之后三人小队前往一片400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 泰德家族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主要项目就是荒野猎金大赛 赛点就在于规定的时间内哪个家庭能找到更多的黄金 所有成员随即各自找了一片土地后立马开始了搜寻 泰勒这边的金属探测器很快出现了动静 一翻翻找之后收获了第一块价值100美元的小金块 对于这样的发现让泰勒多少有些失望 紧接着另外一名队员的金属探测器也传来动静 光是听声音就知道肯定有了巨大的发现 随即挖出的大金块确实让人有些惊喜 十英时尚附着的黄金密密麻麻 初略估计总价值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 不经常挖金子的朋友都知道 类似的硬言金矿石一旦被发现 那就说明正在搜寻的区域很可能靠近黄金主矿脉 没有多少发现的泰勒母女随即被召唤过来 一通分析后决定在这里找到更多类似的大块金矿石 独自穿梭在丛林中的泰勒这边很快又有了发现 价值500美元的金块让这天的收入快速增长 也证实了这里的地下很可能存在黄金矿脉 与此同时老父亲泰德则选择了另外一片土地 势单力薄的他顺便还喊来了自己的儿子窝瓜 这次的目的主要是勘探一片被开采过的硬言金矿 顺便从中搞到一些大块狗头金来赢得比赛 为了更方便搞清楚面前土地的状况 酷爱无人机的窝瓜放飞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高空俯瞰让他们很快找到了被开采过的区域 父子二人立马带上装备开始了搜寻工作 不过最终结果却多少有些出人预料 地下确实存在黄金的踪迹 但基本都是一些价值50、100的小颗粒 父子二人显然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失望 与此同时丈母娘莱妮那边也是接连不断发现黄金的踪迹 一大家子早已经沉浸在挖金子的乐趣中不能自拔 虽然只是一次家庭成员之间的友谊赛 但谁都想找到更多金子赢得比赛 而且这种黄金如此密集的土地还真是不可夺得 而当这边的三姐妹收获满满的时候 泰勒母女也有了更大的发现 金灿灿的大块狗头 竟让母女二人激动地忍不住仰天长笑 初略估计总价值已经达到了3000美元 绝对是这一天二人最大的发现 时间很快来到最终的决胜环节 收获总价值接近5000美元黄金的三姐妹已经开始了提前庆祝 在她们看来一天时间能有这样的收获已经是稳人的局面 接下来就是泰勒一家的总收获 6.2盎司约193克 总价值超过9.6万美元的黄金显然更胜一筹 不过泰勒一家本年黄金总收获因此也来到了31.81盎司约989克 价值5万美元6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半 男人正在疯狂推开荒野中报废的卡车头 就因为他坚信原先停放的位置可能存在大块狗头巾 50年前在这里发现了两块重达数十斤的大块狗头巾 之后蜂拥而至的猎金人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生冲突 有关部门干脆直接拖了无数报废的卡车丢在此处 要知道用金属探测器寻找黄金的方式 最怕的就是地下遍布金属残海 因为根本无法分辨是找到了黄金还是一块废体 但对于经验丰富的泰德夫妇来说 越是这种别人不喜欢来的地方 越有可能找到更多大块的狗头巾 经过改造的金属探测器采用了更细小的线圈 搜寻范围变得更小的同时 只会对更小的金块产生反应 而且搜寻到金子或者其他金属后 声音也会有着细微的差异 只有十分熟悉金属探测器的人才能分辨出来 不过这种事情说是一回事 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探探工作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困难 这里的土地上除了一些大的废弃车辆以外 居然还被撒上了很多细小的小铁块 老泰德的星顿石瓦两瓦两的 搜寻了小半天之后除了铁块以外一无所获 而就在夫妇二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莱妮这边总算有了发现 金属探测器的声音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 价值25美元的小铁块就这样躺在地上 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的二人决定再挣扎一下 之后总算发现了一些个头还算不错的小铁块 不过基本都是一些价值100美元左右的小颗粒 在遍地黄金的西澳大利亚 这种东西简直就和垃圾没有多大区别 不甘心的泰德怀疑这里本来应该存在很多黄金 只是被猎金人搜索了无数遍后大部分已经被挖走 不过自作聪明的他认为 很多人应该都没有想到废旧卡车的底部也有可能存在黄金 夫妇二人说干就干 再将其轻松拖走 莱尼随即对暴露出来的地方进行了探索 然而最终结果却让两人大失所望 地上似乎根本没有黄金的踪迹 不甘心的泰德随即又开车拱开了另外一辆 而这一次金属探测器终于传来杀猪般尖叫 不过直到此时二人都不知道传来动静的是金子还是其他金属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莱尼随即开始了挖掘工作 没想到最终还真让他们找到一大块狗头鲸 初略估计总价值超过了1200美元 已经没有多少心思的二人决定停止勘探 这一天下来找到的无数小颗粒净中42颗 最后找到的大金块也有27颗种 合计69颗价值3500美元的黄金收获实在太过气惨 夫妇二人当即决定放弃这片土地的勘探 到底是怎样的神仙运气 猎金人居然在荒野中捡到100多年前的纯金戒指 其上雕刻的数字竟然是黄金宝藏的位置信息 因为上周寻找黄金的工作不如意 荒野猎金人泰勒一家三口决定更换一片新的土地 但这里同样已经被无数勘探者光顾过 只是老父亲泰德始终觉得还会存在一些疑漏 但他的直觉真的准确吗 一开始的勘探工作并不顺利 一家三口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黄金的踪迹 再加上户外越来越高的气温和成群结队的苍蝇 他们好几次都差点选择放弃 直到泰勒这边的金属探测器终于传出响动 一番挖掘后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 黄金没挖到却刨出一个纯金打造的戒指 而且从上面的图案分析应该已经有些历史 不过最让他们意外的是其上一串神秘的数字 看起来不像是某种纪念日 倒像是标记某片土地的位置坐标 兴奋的三人当即带着刚刚挖到的金戒指返回附近城镇 著名的金矿历史学家维克更能解读出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仔细查看了泰勒找到的金戒指后 他很确定戒指的历史应该已经有100多年 其上的数字很可能是当时戒指的主人租赁的某一片金矿开采地 而这片土地既然会被这样专门刻在戒指上 很可能那里会存在很多不俗的东西 众所周知西澳大利亚存在黄金的土地 在19世纪50年代爆发了第一波淘金热 无数来自欧洲和中国的移民前来寻找财富 之后有关部门为了方便进行管理 将金矿开采地分割成一块块统一租赁 而当时很多租赁协议即便到今天都可以直接查询到 泰勒一家三口根据戒指上雕刻的数字 很快查到确实存在这么一片土地 租期开始日期为1897年12月31日 并在同年5月31日结束租赁 这个结果让三人顿时喜出望外 毕竟这片土地既然会被前辈黄金矿工专门记录下来 一定有着某些特殊的意义 泰德随即联系了这片土地现在的地主 获得了地面的勘探许可之后立马开始了搜寻工作 早已急不可耐的三人立马带上金属探测器冲进荒野中 丈母娘来尼这边很快就有了发现 不久之后她顺利挖到了这一天的第一块金子 看着手中的大块金 初略估计总价值已经超过了1600美元 这让三人顿时信心暴涨 毕竟之前从找到金戒指开始 再到上面标注的土地信息 关于是否存在宝藏都只是三人的假设 而且即便一百多年前这里确实存在遍地黄金 这一百多年间经历了无数人的勘探后 多半早已经连扎都不胜了 不过这一块狗头金的发现 很可能意味着昔日的宝藏依然埋藏在地下 不久之后泰勒这边的金属探测器也传出响动 而且动静听起来还不小 一通挖掘后找到了这一天的第二块金子 而且与第一块不同的是 泰勒刚刚找到的这一块是呈现出蜂窝状的海绵金 相较于传统的黄金来说 海绵金具有更大的收藏价值 专门的收藏家甚至愿意支付普通黄金三倍的价格 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另外一边的丈母娘来尼这边很快又有个发现 第三块狗头金比之前发现的那块稍小一些 但能在一个小时内同时发现这样的两块 也足以见得这片土地的含金量有多不足 紧接着一直没有收获的泰勒这边金属探测器也传来动静 随即立马开始了挖掘工作 这一天收获的第四块金子同样是价格更高的海绵金 即便只是按照普通黄金的价格来计算 光是手中这块出略估计总价值就达到了100多克 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而当这边的第四块海绵金挖出来没多久 泰勒那边再次传来动静 甚至没有进行过多少挖掘之后 他就忍不住惊呼出声 又是一块价格更高的海绵金出现 西澳大利亚的土地中虽然确实存在大量的黄金 但天然的海绵金因为形成条件略显苛刻 平时很少有人能找到 这才导致其价格可以达到普通黄金的三倍之多 但没想到泰勒一家三口小半天的功夫就已经挖到了三大块 直到此时他们才明白金戒指 为什么要将这片土地单独记录出来 或许戒指的主人当时就是发现了这里存在大量类似的金块 不久之后三人决定汇总这一天的黄金收获 三块海绵金净重160克价值8000多美元 但如果卖给一些专门的收藏家可以卖到2万多美元 其他一些普通的金块净重134克价值7000美元左右 也就意味着这一天的黄金总收获就达到了290多克 即便不算海绵金单独的一家问题 也是1.5万美元的黄金收获 眼看今年的猎金记尚未过半 泰德一家却只差最后17盎司就能完成年度总目标 而接下来他们又还会有怎样的黄金收获 女人仅仅只是因为挖到黄金忍不住嚎了两嗓子 却没想到直接招来了一群抢金子的猎金人 而西澳大利亚存在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永远不要在荒郊野外当着陌生人的面挖金子 四处乱窜的泰德一家到现在都没有租下属于自己的土地 基本都是依靠在野地里面乱窜 就已经收获了43.5盎司约1350多克的黄金 眼瞅着就差最后16.5盎司就能顺利完成60盎司的年度总目标 一家三口依然决定继续在野地中摆捡黄金 而这一次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一片刚刚结束租赁进入过渡期的土地 按照当地矿业部门的规定 直到下一名租客在完成所有文书工作之前 这块处于过渡期的土地将向所有猎金人开放七八个月 所以往往这样的土地总会在这一段时间内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勘探者 泰德一家三口刚刚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一名陌生人 虽然互不认识但礼貌地打招呼有时候可以就自己的面 毕竟这是上百公里内都不太会遇到第二个人的荒郊野外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打完招呼继续向前的一家三口很快发现 之前遇到的陌生人跟在了他们的身后 这种情况从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尤其身边还带着如花似玉的泰勒和风韵油存的来尼 泰德瞬间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当即驾驶车辆离开主路钻进了灌木丛 看到陌生人的车辆并没有跟来 一家三口总算稍稍冷静下来一些 并自我安慰刚才很可能仅仅只是同路而已 不过类似的猎金工作 有时候总是多留一个心眼中就是件好事 一旦有大块黄金出土的时候 人性的贪婪总会在瞬间如洪水猛兽 虚惊一场的三人很快抵达处于过渡期的土地 并很快开始了土地的勘探工作 各自身处一片区域可以最大概率找到黄金的踪迹 泰勒选择了一条干涸的骨河道 类似的地方往往都会有不少的黄金沉积 仅仅只是几分钟之后金属探测器就传来动静 不敢确定是不是黄金的泰勒随即还是进行了挖掘 价值800美元的大金牌让她忍不住惊呼出来 当她开开心心带着向父母展示的时候 三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站立的地方多少有些显眼 之前跟踪他们的陌生人再次出现在附近 就像之前所说 面前正处于过渡期的土地现在属于无主之物 所有列金人都有权利进入其中勘探 而她很可能是听到了泰勒刚才的呼喊 直接掏出金属探测器开始了搜寻工作 但西澳大利亚其实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千万不要在陌生人的视线范围内挖金子 泰勒一家既不能对其进行驱逐 又不甘心放弃刚刚找到大金块的土地 最后只能小心翼翼一个找个的 但这其实是十分冒险的举动 谁也说不清楚一旦发现了超大块黄金会发生什么 毕竟类似的事情每年在当地都要发生无数 两支队伍就这样互不打扰勘探了一段时间 但一家三口其实心早就提到了嗓子眼 而之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找到大块金子 只找到一些价值50、100的小颗粒 然而紧接着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陌生人当着泰勒一家的面 又喊来了一大群队友 刚好此时泰勒那边却忽然又一次传来动静 他只能暂时忘掉周围越来越多的陌生人 略显忐忑将发现的金子挖了出来 最终也只是一块价值百十块的小颗粒 实在不想冒险的泰勒一家一番权衡后 决定暂时放弃面前这片土地 虽然这会导致60盎司的年度目标再次画上问号 但挖到黄金固然可喜 不过这种荒郊野外也有可能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回到家中的三人随即 还是对这一天的黄金收获进行了集中称重 最终结果自然只有可怜的32颗 价值1600美元左右 要想顺利完成60盎司的年度目标 他们接下来只能选择从长记忆 你敢相信就是这样毫不起眼的土堆竟然全是黄金 女人仅仅只是用金属探测器随便扫过 杀猪般的尖叫就已经响彻碎 西澳大利亚的土地中虽然存在很多黄金 但多数地方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荒野猎金人的勘探后 表层泥土中的金块几乎所剩无几 但因为金属探测器探测深度的关系 其实更深层的土壤中还存在更多 为了顺利完成60盎司年度总目标的泰德一家 这次也是下了血本 直接花大价钱租来了一台装载机 不过清除无用覆盖层的工作也十分有讲究 因为类似金属探测器的有效探测深度为30厘米 所以每次剥离的土壤厚度不能超过10厘米 否则很可能将其中夹杂的黄金也一起缠走 不过这对于30年没开过装载机的老泰德来说多少有些难度 尤其当他辛辛苦苦打开一小片土地后 泰勒手中的金属探测器竟然毫无反应 这就只有两种解释 要么面前的土地中不存在黄金 但是尝试探测了一下废土堆 而这一次金属探测器终于有了响动 听到声音赶来的泰德随便一巴拉 一块金灿灿的小金块已经出现在手掌中 这已经足以说明泰德驾驶装载机的技术有多不靠谱 每次移走的泥土太后就会将金子也一起带走 实在受不了的泰勒虽然以前没有驾驶过这种设备 最终还是决定亲自上手铲土 而当这父女俩还在研究该如何驾驶的时候 莱妮那边的金属探测器却忽然传出响动 泰德随即抓起地上的泥土一点点放在探测器上 直到再次出现动静的时候 一块价值900美元的金块就已经出现在手掌中 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泰勒接手装在机后虽然驾驶技术确实一般 不过每次缠走的土层基本都控制在10厘米厚度 这也确保了混在泥土中的黄金不会被带走 每当这边的土壤被剥离一层后 泰德都会用金属探测器仔细检查一番 每一次的响动都意味着一大块黄金的出现 当第一块价值1000美元的狗头金被抓在手中 老泰德又已经开始了四处搜索 紧接着是第二块价值200美元的小颗粒 最后又是第三块价值500美元左右的小金块 仅仅只是3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收获了三块 一家三口顿时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泰勒继续负责驾驶推土机敞开泥土 老父亲泰德负责使用金属探测器查看地面 丈母娘来泥泽负责一旁乘凉和呐喊助威 毕竟西澳大利亚每年到了这种时候 气温就会一天比一天更高 直到最终将所有荒野猎金人赶出这片土地 不过负责驾驶装载机的泰勒终究属于无证驾驶 在一不小心推倒了一棵树后 老泰德再也不敢放手让其驾驶推土机 而之后一家三口寻找黄金的工作简直像是开挂了一半 先是第一块价值500美元的小金块顺利挖出 这边的兴奋劲还没有完全过去 丈母娘来泥手中的金属探测器又发出了杀猪般的尖角 又是第二块略显沉重的大金块被挖出来 老泰德干脆掏出自己的藏宝袋专门装金子 紧接着是第三块个更大块的狗头金 小小一平方的范围内又发现了三大块 这一家子真的赢妈了 不久之后袋子里面已经是满满当当 不过相较于痴迷于挖金子的一家三口来说 最累的还得是那些提前埋金子的节目组 毕竟按照一部分始终坚信这是小编在湖边的人来说 要将这么多的小金块埋进不同深度的泥土里也是要花费不少的精力 在将节目组预先埋的金子全部挖完后 时间也来到了本年的最后一次沉重环节 大大小小几十粒黄金被摆上电子秤 最终的重量竟然直接超过了最大称重量 也就是16盎司 一家三口不得不进行了几次称重 最终的结果18盎司约560克 总价值28000多美元 也就意味着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一家三口 本年黄金总收获达到了63.13盎司约1963克 总价值刚好超过了在小编眼里很多 在有些人眼里啥也不是的十万美元